好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狼队对着微博第三局上半场 这边的话老杨是拿了鱼女 这刀制容的话我觉得狼队是专门针对鱼女 或者针对老杨的鱼女给他量身定做的这么一套 一个套餐 玩具商其实是抓不了的 这玩具商在船边放个跳板 鱼女想要处理很难很难 非常非常困难 这把只能看这个心理学家了 期待一手吧 我觉得这把没飞轮吗 我刚刚天赋倒是没有仔细看 这把全者没有带飞轮 没有带飞轮 第一个点487心理学家双十一 但是有牛仔 这把的话刚刚桃行也说了 这个牛仔是练了非常非常久的牛仔 这边卡着这个点 487往前冲 身上边的话71点水气 好像有机会能打第一刀了 因为这边没有任何的交互点 他还想要收个叉 他把这个水气打出来 也可以啊 这个位置压住 再丢叉 一波收 哇 这个水气补的是真的很舒服 85的水气 往前走的话 前面这边应该还有点水 没有 没有蹭到 再丢叉 这边水气已经开始减了 一个收叉 没收到 那应该是补这一刀 然后后续的话 看闪现 身上70点水气呢 一个丢叉 收叉 如果形成闭环 是直接带走的 但位置上面来讲 这边不太好去 不太好去再包了吧 一波收叉 交闪了 整体的机导节奏还是比较舒服的 整体的机导节奏还是比较舒服 他主要前期的第一波水气打得好 第一波水气打得好 这边挂过来的话 还能够干扰到玩具商的密码机 看第一波防守吧 这个机导 讲道理呢 你让我分析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鱼女输应该是输不了了 但你说鱼女能不能赢吗 我觉得这个局不太好赢 收叉 这边的话直接捞 打一刀打中心理学家 这里玩具商 牛仔的话好像还没赶过来 玩具商这边老杨似乎是想打一波伤害 因为70点的水气 他如果收叉能够收到的话 是可以打出伤害的 看收叉 有没有漂亮 打得很凶啊 小伙子啊 把玩具商赶走了 那这样的话 这边玩具商的遗产机 又要被压一轮 牛仔有没有赶过来 牛仔这边在破译密码机 他们可能觉得这波打架 如果硬打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说选择退而求其次 让傭兵在这边压着 然后先保密码机 先保密码机 他们没有选择去保这个人 而是保密码机 保密码机的进度 这里傭兵过来 身上面的话50多点水气 老杨这边的话 好像再封了一个闭环 傭兵这边选择算了 狼队 居然选择算了 真的这把老杨的鱼女 给到穷者的压力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到狼人的性格 算了 搞不过我们这边 推而求其次保平 玩具商的话 这边似乎跳板是没有的 那这个玩具商 现在这边是个白板 不好说哦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觉得玩具商 可能溜不太动哦 一个冲刺 这边十几秒以后有闪现 风水器压住 脱离这个水器的话 前面没有交互点 这边把玩具先丢了 击倒外面的密码机 差的稍微的有点多 他们还要去 大船去补玩具商的密码机吗 游民手里倒是还有一个搏命 但是外面两台机子 如果说让牛仔一个人修 这个机子 有点修不过来 说实话 没看到傭兵 没看到傭兵 这边是包了一波大水器 来做一波防守 一个护臂 那这样的话 这边 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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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圈圈 香水 回 打你一道傭兵 还好 坏老师这波救人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细腻了 差一点点 这个水器如果形成双倒 老杨这把就拿下了 再补一刀 但是核心问题是 这个密码机 你说差吗 好像因为这个搏命时间一拖 也还好 这里的话牛仔应该是胶皮边赶路去 哎呦 这边小镜头看到了没有 小胶果冻应该也是着急了 这边小皮边没勾到 小皮边没勾到的话 这边赶过去走上去摸到机子 这个血线 有点紧 傭兵摸了快怀表 收叉 机子的话还没摸到吗 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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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到了 这边机子应该是能量的 应该是能 哎 傭兵倒地 挂傭兵 玩具上是个上挂飞 并且身上面有47点的水器 没有办法了 只能玩具上来救人 这边的话一个收叉 把人往外打嘛 震射 救下来 救下来的话 这个水器直接浇闪吧 他想要用水器把这边的玩具上包了以后再切 玩具上这边能不能出圈 能出圈 其实我觉得他直接浇闪 浇完闪以后挂飞再去找这个佣兵会不会更好一点 再补水器 再补水器 佣兵这边的话可能快要贴到门了 交闪 把人往小门边挂 牛仔这边的门是能开的 佣兵这边的门 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找椅子 佣兵要跳地窖 佣兵要跳地窖 佣兵手里两个互币 跳地窖 地窖就在这边 跳地窖走了 拼局 可惜了 这一把的话其实老羊前中期打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狼队还是狼队 在这样的一个劣势的情况下 我真的很少看见 这边狼队会选择算了的 放弃了的 这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